大家好,我是羽衣之兔 那之前有教大家用電腦板去打包LINE的貼圖 那今天我們來進進一點用手機來用LINE的貼圖 不過會比較複雜一點 首先我們到瀏覽器裡面 然後搜尋LINE的貼圖 然後找到像這種代購的 那你就隨便找一家 然後要說的是 動圖一樣是不會動 一樣只是那個不會動的這樣的貼圖 所以我們就隨便找一個來 然後你就是點進去 然後找到你所想要的圖 那你就給他儲存圖片 然後確定 那麼我們之前有講過 JPG跟GMP的那個差別 那我們打開LINE 他下載下來的圖片 會是PMG的圖片 所以他的背景會變成黑色的 那麼我們要怎麼樣把它那個背景變成其他的顏色 比較不會那麼難看 那麼你可以使用相片的組合 或者是我們之前介紹的這個PIC都可以 那麼我們來用相片的組合來試試看 我們這兩套軟體我都試一次 而其實意思都是一樣的 找到剛剛的圖片 找到剛剛的圖片 然後按OK OK 那麼他的背景就是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自己去調勻你自己的背景 嗯 比如說要比較速一點的還是不速一點的 那麼你覺得這個圖實在太小了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大 那一樣就是保存 OK 那麼我們回到我們剛剛這邊來看 他就會變成這樣背景就不會是黑的 那麼到那個PIC也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因為他是PNG檔啊 所以你必須要有你的軟體讓他的背景有顏色 那這是PNG我之前用的夾斷啊 他這個在Lite的貼圖裡面是動的 可是我下載下載是不會動的 那他就會變成這樣夾斷啊 他就是靜態的圖片 那我們也可以來試一次 然後一樣是加入圖片 然後選擇你剛剛download的地方 你看是PNG檔的話 他的背景都是黑的 那如果是JPG檔的話 他的背景就會是白色的 那因為我們這邊下載下來 他不像電腦說他可以直接轉檔成那個JPG檔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用一個背景的虛化的部分 然後讓他背景有個顏色不會黑色 不會變成黑色 這樣如果你的字是黑色的話 或是其他的顏色也會變得 你可以去調你的背景是比較淡的 然後可以去看到你字體的顏色 那麼PNG 不是這個PIC的這部分的話 他的圖會變得很小 那你自己再去調動於你的貼圖的大小 那麼你也可以像喔 加入了文字貼圖或是更換背景 那麼你就可以自己去DIY你自己的貼圖了 那麼手機比較麻煩的一點就是他沒有辦法像電腦說 整組下下來 他是必須要自己一張一張的弄下來 所以他一個用比較這一款啊 比較有一個比較差的方式就是他會有那個邊框 用PIC這一款的話他會旁邊會有一個白色的邊框 我覺得還蠻醜的 看他會變有一個邊框 可是你用相片組合的話 你看他不會有邊框 所以基本上的話用相片組合的方式會比較好 因為沒有邊框的話就比較不會那麼醜 那麼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設計自己的DIY自己的想法 那今天的教學就到此結束 那謝謝大家 那請大家在多多支持羽衣之兔的影片可以留言給我 可以告訴我說哪裡不好 給我一點意見然後可以訂閱 那就謝謝大家囉